還記得嗎 前一天民進黨團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不是國民黨立委陳玉珍經過 結果就兩邊爆發了激烈的口角衝突 那麼今天國民黨立委徐曉星說 他要來聲援昨天被民進黨立委 轟的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於是他今天是自備了捲尺 拉開了一百公分 也就是一公尺的距離 站到民進黨團的外面 就看著他們開記者會 一起來帶你看看現場的最新畫面 都那麼不在乎民進黨團的 這個視線記者會啊 不好意思 借我過一下 過來了 他馬上就過來了 來喔 我們的堅持 這個不行 不行 太危險了 過來了 可以 過來了 來 這個距離是多長 一百公分 昨天對於陳玉珍委員的霸凌 有不要多不要臉 我看著你們在這邊 我們先走後面 去 今天派記者會辛苦了 民進黨的大家們 辛苦了 辛苦了 自己的正門都不敢走 就是知道昨天做錯事了 辛苦你們了 我們現在要怎麼走啊 對啊 錯事了 一百公分的距離 完全可以離開 謝謝你的周圍 那是記者朋友擋住你了 是 記者朋友如果他沒出來的話 請問你們願意讓嗎 你們願意讓路讓他出去嗎 沒有 問題就是我們這邊 好 沒有 我就說他們說 是因為我包圍了他們 我一個人要怎麼包圍他們呢 好 可以看到 今天徐小新的道具 是準備得相當充足 包括了捲尺 梁珠距離 就會還帶了膠帶貼在地板 說自己不會愉悅這一百公分的範圍 那麼當然了 後來這個民進黨團的三長 是不願意隨之起舞 那麼他們就從另外一個出口 來離開了 沒想到被徐小新發現之後 是轉頭跟他們說 你們怎麼連正門都不敢走 但是也就是這樣的行為 激怒了這個民進黨團的助理 那麼是直接嗆聲 要徐小新不要作秀 但徐小新認為 他既沒有擋到別人 也站的是公共空間 因此他做的並沒有錯 只是想要雷聲援 昨天被律委抨擊的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消息 臨時期 為國際外科技的